机查人员忙紧忙出突袭检查 工厂移工宿舍 就是因为4月底进棚大火 带走许多无辜生命 为避免汗室重演 高雄师傅动起来跨单位合作进行安检 今天是我们临时抽检嘛 然后他的宿舍空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做丈量 可能还是要看图说 所以我们打算是说 等他把一些杂物 整个完全清除之后 我们再进来再就这个部分做附检 大批杂物堆满狭小空间 环境杂乱让劳工局突袭卡关 但休息室内都堆满易燃物 有危险疑虑 劳工局下令限期改善后附检 限期改善要是说 不能够服务要求 我们会报警劳动部 废止或是减少他 一些外劳聘务许可 西楚高雄市有58000多位合法移工 而全台每40人当中就有一名外籍移工 儼然成为台湾不可忽视的劳动力 如今地方政府带头检视 要替移工的生活环境把关 避免汗事再发生 欢迎新闻 李维凯 徐国豪 高雄报道 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